基本上就是把这个sub先写出 不过这个public其实可以不加没关系 就是sub门号公式 那底下的话我就要怎么样 要把什么呢 把公式放在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写法 OK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将来其实就是这一行而已 不过这一行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要打一次正确的话 其实也不算简单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首先第一个 我要怎么把公式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建议就是你在写程式之前 这个公式先不要删掉 因为删掉的话就没有了 或者你可以只留下一个 底下的东西要把它Ctrl Shift向下 然后Delete就留一个就好了 OK 那我们就要模拟什么 我希望让那个什么呢 这个VPA帮我执行的时候 就帮我把这一个公式直接就放在这里 让它执行把最后的结果显示出来 大概就这个动作 可是在VPA里面要怎么叙述 这个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的话记得 在VPA里面你要先知道储存格物件要怎么 这个物件的名称叫什么 所以如果以后我要指向它的话 记得你可能要记得一个名称叫Sale Sale 里面的话叫储存格 OK 不是叫细胞 OK 那这个整个工作表里面就是Sales 它是一个集合 所有的这个储存格就Sales 那刮壶之后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呢 因为这么多吗 那它会问你说 你要指的是哪一个啊 它会还问你说哪一列 因为我们第几列 第二列 所以跟它讲 我要输出的位置 是在第二列 逗点 它会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你要输出的位置在哪一栏 哪一栏的话 特别是要用数字 所以我要输入ABCDE 输入5 OK 不过你会讲说 ABCDE 那如果后面的那个栏位的话 岂不是要算 像U栏的话是一定要说 U的话应该是ABCDE 所以如果以后 除了5之外 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双引号一个1 在后双引号 这样也可以 也就是如果你要指哪一栏的话 你可以用字串 OK 然后刮壶 也就是说 这个栏 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给数字 一个是给文字 但是文字的话 你就要给它跟它讲说哪一栏 OK 如果一般习惯用这个比较多 那后面的话你就可以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要放的东西 意思说把后面东西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要放什么东西呢 通常会放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 所以前后双引号给它 那目前的话里面是空的 也就是意思 其实这个叙述里面 意思说里面帮我放到空的 其实就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现在把它执行 上面执行的话 那这里面的东西会清掉 就不见了 OK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要清除 我是希望什么 你帮我把这个公式 这一段这一串公式 帮我输出到这个里面来 那如果在VBA里面 你可以把上面这一串 复制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就可以了 不过你们可能要注意一点 你们发现 你要贴过来说 因为在VBA里面 它会用到这个双引号 用来辨识什么呢 辨识说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字串 可是你会发现这里面 它也用了双引号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串文字叙述 放在这里面的话 它可能会 confused什么呢 这里面我要用双引号来辨识 是不是 可是问题里面也放了双引号 那我会搞不清楚说 到底你这一串东西的双引号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会看不懂 所以为了辨识说 你那一串东西 是未来你要输出的双引号的话 那记得 如果这一串东西 请记得有个规则 你把这里面的双引号 把它改成两个 他如果看到两个双引号的话 那会知道说 原来你将来是要输出双引号一个 用这个方式来辨识 我给各位看 所以特别说 一当你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公式取消一下 复制的话记得先按取消 因为如果你没有按取消 你没办法切过 油标放这边 你看你会发现 如果你复制 你要切到那个visual basic这边的话 你要点点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油标现在还是停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记得先取消它 再按这边好了 切过来 你把它贴上 不过如果你现在贴上的话 你会发现 把它移开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那一串东西里面有双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有个规则 请你 在贴上这一串之前 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它变两个 当然如果你要变两个的话 有个 以前我做的方法是 自己加 一个变两个 让它区别说 这个是里面的 外面的 可是你要从头到尾慢慢加 可是这个还是有个问题 很容易做错 后来我就思考一个方法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后来想一招 什么方法呢 一定不会做错 你可以怎么样 从那个什么 再 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工具吧 副使用程式里面有个什么 叫做记事本 你就把它先贴到记事本之后 用编辑里面的什么 取代 那取代的好处是一定不会错 一个变成两个 全部取代 这样就OK 那取代完之后再把这一串 复制 贴到我们visualbasic里面的这一个地方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另外 随便跟我讲 这个当然我们会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把它输出 一个是清除 清除怎么写 可以把这个公式这一段 再复制一段 然后把这个名称干脆改成清除就好了 清除 那什么叫清除 清除实际上也清除 实际上就是把里面 这个储存壳里面的东西变成没有 我刚刚讲过 其实就两个说完之后就对了 OK 好 那我们写两段 实际上两段其实就一样容易 只是复制改个名称 那怎么执行 很简单 游标放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区块就是执行这个sup 按上面的执行 那你会发现按下它会怎么样呢 意思就是 请你帮我把里面的这个没有东西放到这里 这里指的是哪里 指的是这一个 所以你执行它会怎么样呢 里面东西又不见了 我试一下 执行 有没有不见了 那如果我要再恢复它的话呢 再把这个这一串公式怎么样 再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枝里面 执行 又恢复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这有同意说 可是现在你只有执行一个啊 那底下的话一直要到多少 这个Ctrl向下 到101 所以 底下的部分有没有办法一次性完成呢 其实很简单 再来的话你可以写一个回圈 那什么叫回圈 你到底很简单 我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重复帮我完成 重复哦 也就是我只要告诉你范围 你要帮我从第二列到101列 帮我去把这些公式分别的丢到 这个范围里面去 OK 就完了 那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第一步哦 所以刚刚的那个完成的东西在这里 那我有把画面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要学习什么 如何指向某一个储存格 然后把后面的资料呢 帮我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OK哦 试一下 那也就是说哦 那个Sales后面那个等号哦 特别之后哦 你千万不能用以前那个你学习数学那个观念 来理解那个等号哦 这边的这个等号哦 基本上应该正确的解释哦 应该是把什么 把后面的字串 帮我放到那个储存格的意思哦 所以特别之后那个等号 你不要用以前那个你学习数学的那种 呃 的概念 观念来理解这个等号 特别之后 他是把后面东西放在那个储存格里面的意思才对哦 可以试一下哦